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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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呢 我們來說明一下 一維跟二維的政策的差別呢 然後我們還會把這個 是要促成到這個檔案裡面 然後呢 把它打開來 來看一下這個 差別 那我們這邊那個 是 第一個程式是像這樣 我們就是 除了延續前面的那個影片呢 我們把 就是把 這個 產生出來的亂數呢 把它存檔以外呢 我們也 它加上一個 這個 編號呢 這個編號就是說 會跟這個 亂數呢 合在一起一起儲存 齁 其他這個 促成到 檔案的時候呢 齁 因為它這個編號有 乘以0.01 所以呢 它的 當它1的時候就是0.1 2的話就是0.02 然後 再把它 重擠 然後就是再把它存進來 所以你每一 列的就是有 這兩個資料 那這個就是一個二維正面 因為它就是除了 它的鎖印值 除了這個 藍之外 還有這個 列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只有把這個 專速的紙呢 把它收集起來 變成正列 然後儲存進來這個 檔案 它的 它實際上 就只有 藍這個部分 有這個 鎖印值 列這個部分 就只有一列 所以就叫做一維 正列 然後我們就是先把它 先去做一下這一個 程式 我們先按右鍵呢 然後這一個 D Strofters 來選擇這個 Loop 然後把它 綁好 然後這邊呢 這一個 我們到這裡啊 左邊會有一個 專點 按右鍵 這個 Create Constance 建立一個 常數 然後我們 打這個 View 然後我們在 這邊要加上一個 亂數 好 在這個 Numeric 這邊呢 到這裡來 這一個 轉數 這邊 因為簡化時間 就沒有向前 讓你先 出一個 除一個 直接把它存 直接儲存 它出來的 資料 那 我們這邊 出來呢 我們 就是 要 儲存起來 所以我們要 所以我們要 用這一個 方塊 這個方塊 是在 想按這邊 好 然後呢 就是 我們要儲存呢 就是 選擇這一個 好 這邊呢 就是 有一個 分隔 就是 我們到這個 Mimic 這邊 按右鍵 好 就是 這裡呢 我們 這個 有點紅紅的 這個 按右鍵 按右鍵 然後這邊呢 你要打一個 豆號 好 注意這是一個 豆號 然後在這邊 這個 第一個這裡 好 我們 這邊 就 File Pass 這邊的 按右鍵 然後 是 產生一個 Ctrl 因為我們在 這邊呢 我都會跑出一個 可以讓你 選擇黨名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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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鍵 所以它是一種 控制項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就是 也可以把 除了存在檔案以外 也可以把它 列出來 在這個程式裡面 列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 在這裡呢 按右鍵 然後我們選擇 我們應該是先 產生一個 空的 正列 選這一個 然後呢 我們現在是要 只是要用來 顯示數值 所以按右鍵呢 選擇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是用來 顯示數值 那這一個是用來 輸入 數值 這是不一樣的 顯示數值的話呢 它的接口是 在左邊是準備要 接受輸入 那你如果是那個 選擇那一個 要 輸入數值的人 它的 線頭的討案 這表示說 它 要輸出 資料給別人 這是不一樣的 那 這個我們可以 如果希望 跟獎一 一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按右鍵 然後 然後 把這一個 Vue as Icon 把它去 到勾選 放過來 那我們就可以來接它 先接過來 到這 接過來 然後我們 這邊就是 就是 我們要 因為這個 只是 一尾的資料 它 它 只是把數值 會成起來 所以是算一尾的 所以你要到這 來 整個一踢 然後 按一下 左鍵 然後 把它 接起來 你如果接到 在這邊用別的 接頭接出來 接過來 就會錯誤 我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 把這一個 值 這一個值 平常就是 這個 回去呢 它 會執行六次 那 第一次的時候 這個I會等於 第二次的時候 I會等於 1 然後 接下來 I等於 2 3 4 5 6 好像不會到6 因為是 指定67 所以這個I 是從 0到5 然後 我們把這樣的值呢 先把它 跟0.01相乘 就是在 America 這邊呢 變得相乘 然後 這邊 我們乘以0.01 可以在這裡按右鍵呢 這個 就是 0.01 然後 我們再把它切起來 好 它這個 這邊因為 這個I呢 它是藍色 它本來是整數的 那 你現在因為跟0.01相乘 那 這個0.01 是 它這個 浮點數呢 所以 它這邊 怎麼辦 它這邊會有一個 有一點 黃黃的 就是有一些的轉換 然後 把這個 整數呢 轉換成 不點數了 然後 它可以在裡面 0.01相乘 好 然後 我們這邊就是 這個是把這兩個 變成一個 重疾 這是在哪裡 這是按右鍵 我們要選擇 這個 Array 它實際上不是在 因為它是一個 重疾 所以它應該是在 不知道過來 它應該是在 這邊 Cluster 這邊 然後我們選擇 這個 幫手 那 這邊就是 我們把 這個 因為這個 I乘上 0.01 比較像是編號 那 編號是 在 先 所以 我們就是 把 這邊呢 放在第一個 然後 這一個 亂數呢 放在第二個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 認真一個 重疾之後呢 我們還要 我們要存到這個檔案裡面 所以我們還要 再把它編成一個正面 所以 按右鍵 這個 接下來這個 才是 在 正面 裡面 它是在這邊 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 可以做 複製的動作 這邊幾乎都是 一樣的 我們現在是這樣 那這個 我們要把它 拉到 六個 那這邊我們 給它 把它的 把它拉過來 然後 選擇 複製 然後 它到這裏 選擇 貼上 那 你有發現 這邊 就 再跑出來 阿米若要整齊一點 可以把它拉過來 這個要拉一顆一顆一顆 把它圈起來 那因為它是一個二維針鏈 所以我們 其實它沒有辦法把它 直接把它變成維生鏈 我們需要 在我們 當這個 左上這個紙被圈起來的狀態下 我們按右鍵 選擇這個 Add Dimension 這個時候它就會有兩個 這個紙 這時候我們再拉它 它就會跑出第二個 那你再繼續拉 這個也是都可以 可是因為我們這一次 在這一個 橫向這個尾數我們只用到兩個 這個地方要注意 要操作 要正確才能夠 產生一個二維針鏈 然後呢我們這一個呢 再把它 連起來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會有問題嗎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這個是一維針鏈 所以我是從 一維針鏈的 一維針鏈的 所以現在這是二維針鏈 所以我們不能夠從 一維針鏈的 要從二維針鏈的 要從二維針鏈的 這邊我們把它選上 按Delete 然後呢我們再到二維針鏈的 再把它連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執行這個程式 我們按一下這個Run 它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 我們可以打這個 Test 我們現在會用.sb 這個 這一次我們用ArowVM 按 然後按OK 那這一個我們也給它選 這個 它 它這邊呢 你發現你把它 選同一個的話 好 你再 執行 那這樣它實際上 它會存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你還是要 把它改一下 這邊要改成2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 看這兩個檔案 我們是把它存在在這裡 那這個是在 本機文件下的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文件呢 下面呢你選這個 這個 我的ViewData 就會看到 好 然後呢我們這個 可以把它打開 那這個打開呢 你可以用這個 基本來打開 你可以在這個 這邊呢 就是 它有一個附屬應用程式 點一下 然後選擇 這個記事本 然後呢就是 我們剛剛這一個資料呢 我們可以把它拉過來 我們發現它就打開了 它這個是一個二維資料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你如果把它拉過來 它是一個 一維資料 那你也可以 像 這個獎益這樣子呢 用這個Excel來打開 所以也是 都是可以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 在這裡呢 就先 因為這邊已經開了 你可以用Excel 來打開這兩個 打開 那接下來呢 我們 就是一個 就是這邊那個獎益 就是要告訴 那個A的Dimension 就是 讓這個陣列 變成二維陣列 它需要 在這裡按右 減成這個 選項 你也可以 從這邊呢 它顯示的 只能可以看出來 這是一維陣列 就是二維陣列 當然你說 老師我不知道 這到底存的 是哪一個 是一維還是二維 那你如果 如果你想要確定的話 老師就是建議你的 這一個 我們剛剛是這個 這一個是 這是二維 那你 也許在執行程式之前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 先打好這個名字 雖然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可以用 但是你先打好這個名字 按OK 它就會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 是 打好這個名字 按OK 然後再來執行 它就會把二維陣到這個檔案 把一維的 資料存到這個檔案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儲存這個 正列的方式呢 是 用這類型的 這個 就是比較快速的 這個方塊 那它 那這種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至少 老師這邊要展示的 就是 欸 它可以 就是 當你還選擇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把日期 用時間加進來 還有這個 資料 是不是有這個標題 齁 那 像這一類的檔案 可能 可能 你用這個 畢次檔案就打不開了 齁 用no sale 打不開 然後用sale 打不開 齁 那 這一個就是 我們等於編號 就是 我們這邊就沒有 在 乘以0.01 這邊是編號嘛 所以 0 你就加1 就變成 從1開始變 齁 然後 接下1加1 變成2 就是2 那感測值是多少 然後 只說它有這個 標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程式 這邊呢 是用這個 30點 那你 看看你是要把 這一個程式呢齁 這把 剛剛這個程式把它存起來 另外開一個程式 還是說 你就在旁邊 做 也是可以 比如我們就在旁邊做一下 好了 那 我們 可以 這樣子齁 這邊就是 我們 也是先 這 左上有這個 這一個 拉出來 那 這邊呢 我們按右鍵呢 我們 希望它 就是 直行 30次 那 這個 這裡呢 我們用一個 表 就是代表說 我們希望它不是 跟這個程式 不一樣 這程式是 一下子就把這個 六次都 產生出來 那 我們這邊呢 是希望它每隔 0.1秒 然後 這個回圈 直行一次 那 就是 這一個 這個 時間 的單位 是 ms 那 就是 100ms 0.1秒 0.1秒 那 我們按右鍵呢 選擇開明 再選擇 這一個 Web 然後 我們可以把它按右鍵 選擇 這個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就是 這裡這個 i 我們可以把它拉 這邊這個 i 把它拉上來 然後要把它加1 按右鍵 選擇 選擇一個 加1 看你也可以 選擇那個 加然後 下面再接一個 1 然後 這邊我可以把它 弄小一點 然後弄過來 這樣這個是不用太大 我可以把它敲小一點 然後 這邊就是 我們還需要 一段 段 數 我們可以直接選 這一個 按 複製 到這裡來了 接上它 那 這三個 我們就 是 這樣 然後 我們接下來呢 這邊 後面就不太一樣 齁 我們現在要用 這一種 比較快速的 這個 方塊 那因為它可以讓我們設定 這個 標題 啊 我們剛剛那個答案不是有 邊 還有這個 感測器 就是邊要感測器 這個標題 它可以讓我們去設定 那像這樣的一個方塊呢 要去哪裡找呢 我們這邊按右鍵 我們到這個 Express這邊 那這裡呢 就是老師再弄過來 要錄得到 就是 現在這邊按右鍵 然後選擇 Express 這時候我們 再選擇這個 不是 我們在 我們先把它 點一下 這個圖形 停下來 它就會固定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呢 有時候你如果 不見了 但右鍵它還是會再跑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把這個 定選了 然後我們 接下來選擇 Sig Manip 把它點兩下 然後再選擇這一個 這個圖形跟這個圖形是一樣 可以把它拉出來 可以把它拉出來 這邊呢 就是 我們這邊 它會跑出來 我們 四方設定 我們先 我們 也可以現在設定 或者我們cancel 這樣子 先不要設定 然後就往後面 要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 還可以再 點一下 它還是可以進來 那我們現在掃的 就是這個 Signal Name 我們給它 點兩下 這邊就是希望說 它能夠出現這個 Signal Name 好一點 點一下 它就會 點一下 你按OK 它就會跑出來 這個 那這邊這個 Time Stamp 就是 我們 也可以選它呢 那 這裡呢 就是你可以進去選 就是選擇現在的 選月日 然後時間 那這樣子呢 你等一下出來這個 才會是正確的 那老師這邊呢 就是沒有設定 所以 出來這個時間 是不正確的 不過這裡呢 是其次的內容 老師就沒有花時間 在這裡 做設定 然後呢 我們這邊 這裡這個內容 我們在講義上 大概有 一到 是不是這裡 都這兩個 這樣子 按OK 你會看到它這個 Signal Name 這邊就跑出來了 好 這個是 那我們呢 要在這邊呢 有 輸入一個編號 這兩個字 好 這邊 按右鍵 我們叫 Create Tonsted 可以打這個編號 如果說你 不會打中文的話 你可以用 英文 因為就是 NO 然後一個點 這樣也是可以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這裡還有一個 奇妙的東西 是要做一個轉換 不過它這邊呢 你 幫你直接連過來 它會幫你產生 出這個轉換出來 好 那這邊呢 然後呢 這邊下面呢 也是 類似的 其實我們這個 就叫 它的 標題就叫 感測值 所以你可以把它 捲起來 然後按 複製呢 再 貼上 然後我們可以 接過來 比較快 那現在這個感測值 好 你也可以輸入中文 或者 你就 打這個 Sense 對 然後這兩個資料呢 我們要把它 合併在一起 好 這邊跟 剛剛前面用的 這個 cluster tool array 不一樣 那這邊是 我們不是用這個 因為現在的 資料型態 不一樣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 方塊 來做合併的動作 那你發現呢 在你剛剛這個 拉這個方塊的同一個頁面 它有一個 Merge signose 雖然這邊是畫三個 變一個 這邊是兩個 變一個 可是實際上它們是同樣的 先把它拉出來 那你如果要三個 變一個就可以 拉下來 就變多 那我們現在只需要兩個 那我們現在把這兩個 連起來 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這個選 signose 好 先把它 拉過來 這邊就是 拉過來 這邊拉過來 好 那 最後就是剩下 這一個 這一個 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 走標準 所以我們 就是用 這一個 好 那 你可以 如果 不相信 你可以拉這個 看看 你就發現 是不能用 老師有試過 那 這個 選擇 Ride to measurement File 應該是一個 輸出 我們這邊呢 可以往上一頁 然後這個 輸出 我們點一下 我們要選這一個 這一個 可能是因為 那 也許它就是 因為它是用這一種 dispers 這種快速的 這個方塊 所以它存了 也要用 快速方塊 這邊 這個 方塊 來存 好 我們先把它擰索一下 我們先讓它到位 如果說你現在 你 不希望它第一選的話 你就到這裡來了 把這個打叉 把它 點一下 這個時候 你再按右鍵 它就跑出原來 它就不是 它直接跑出來 剛剛 那個地方 就是 它這個 算是它的功能表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這邊就是 它這裡都沒有 跑出來 所以我們還是要點進來 我們可以輸入我們要存在哪裡的還有這個檔案和這個設定 我們可以點一下 我們剛剛是 我們可以點一下 存到這個 Test 2 那我們現在可以用 Test 3 這樣子 這個 檔名是 是 隨之以取的 那所以 你就是 有時候你看 這個 講義這邊 老師用的 可能是 001還有個 底線 沒有關係 然後這邊 老師也有 說明 是在這個 這邊 就是 在設定 現在的這個方塊的部分 這邊是要 如果 如果 如果你選的話 它就是會 存在不同的檔案 那這邊的設定一點進去呢 它就是 你可以設定這兩 這三個部分 就是說呢 如果 如果你要存的時候這個檔案已經存在的時候呢 你要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用下一個檔名 那 也許它就是會把你的檔名 如果 不要 Test 3 呢 它就會變成 4 那什麼時候要換檔案呢 就是由這邊來設定 如果說 你有100個 資料 之後呢 它就會 再開另外一個 檔案 這邊就是簡單說 因為我們還沒有用到那麼 深的功能 所以其實大家來說一下 點設定之後 會看到的設定 然後呢 我們 這邊 file format 就是 我們要 選擇 我們要儲存的檔案是哪一種 類型的檔案 好 實際上你也可以 用這個方塊儲存成這個文字檔 那你可以儲存成Excel檔 這都是可以的 我們 你都可以試試看 老師也許等一下用這個 TFT 來試試看 當然你如果 你把它 檔案的格式 選擇成Excel 就會 你用 記事本盤就會 打不開 像我們前面說 可是你如果你選擇 除了一次檔 應該就是還是可以打開 然後這邊就是說呢 你如果這個時間的這個 欄位呢 就是 one card only 就是說你只要 這個在 像剛剛我們這個 檔案呢 它就是 編號呢 123 它 跟感測指 這一欄 這兩欄 都是共用一個時間的欄位 啊 你如果 你選第二選項 它就是 它會 這個也會有它自己時間的欄位 啊我們第三項就是 這個欄位 會 就不用了 就會 就會被刪除 第三個 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獎益已經有 這些設定的 寫到 其他的檔案 這是不是說只是存到一個檔案 這樣子 那 那 現在就是我們 把它 存 改成存在這個 文字檔 然後我們按 OK 這時候它會 跑出一個 signals 然後我們就把 這個呢 拉過來 出 出 出 拉過來就可以了 好我們執行一下 好應該就OK了 然後我們到這裡來 如果 沒有 你如果 按下去呢 沒有產生這一個檔案的話 那你又去 就 按一下這個 介面這邊 去試試看 看看 每按一次 這邊呢 就是 這樣就會 是有在自己寫 這個就是它會 跑出這些的 就是另外跑一個 檔案 出來 然後呢 它會自己 另外做 編好 要按 它早說它會跑三十四歲 它應該要 跑個 兩秒還是 所以呢 你如果按這邊 你發現 它有時候 這樣子算有跑 那如果 你沒有動作的話 你可能要 按一下 再按一次 或者是 改成按這個 片面 所以它這邊這種 跑法呢 就是 比較是我們剛剛的 設定就是 它會 就是它會 當 它沒有它跑出這個檔案 之後它 再存一次那個檔案 它就會發現說 這個 已經有相同檔案 這時候它就會 它會 再用另外的 把這個檔名 再 加個編號 或者讓它 編號增加 來去 存另外一個檔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案 它就是長這樣子的 它是 它是有一個 X Value 然後這個是Nummer 就是我們的 編號 然後這個是 SensorData 就是這個 所以它這邊是有 這個標題的 所以你算你用 全文字 那個文字 它也是會有標籍 我還幫你 採用這樣的一個格式 哇 如果說你是 全車有檔 就會是長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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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